參選人日夜馬不停蹄的感官 到底要怎麼兼顧選民跟家庭呢 不妨學學民進黨的立委參選人林佳龍 在競選總部裡頭搭帳篷 你咖喱 豆傘 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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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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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民進黨立委參選人林佳龍到處敗票 妻子廖宛如也緊緊跟在一旁幫忙拉票 禮拜天早上九點 總部成立 來看小英送小豬 夫妻齊心拼選戰握住一雙雙選民的手 得到選民認同固然開心 但是兩個孩子一兒一女年紀還小 夫妻為了選舉打拼 堅持還是自己帶小孩 就怕無法監控 乾脆在總部搭起帳篷 當作孩子的秘密基地 兩人親手一點一滴打點布置超溫馨 我滴熱情放在這裡 把它布置 讓他回來就可以 每天都能夠投一點零錢 把它養大 因為怕孩子會覺得說 爸爸媽媽都不在 所以就是在這裡讓他們也有一個溫馨的小我 那我們在忙的時候 如果在開會的時候 孩子其實還是在這裡可以 覺得還蠻貼近爸爸媽媽的這樣 當中不少玩偶都是林佳龍 妻子廖宛如跟一雙兒女親手做的 夫妻品選戰儘管再忙再累 也希望不要讓孩子有被冷落的感覺 就像林佳龍的宣傳口號一般 要讓孩子能夠看得見他們的用心 35 溫泉張展智 台中報導